在排定的各单位业务工作检讨报告中 不管是原住民级议员检讨原住民业务之外 非原住民议员也纷纷提出质询 也有议员问措场头目的如何诠释 没有黄铃铃铃铃是叫木头 我们都看不清楚啊 不是啊 议员林聪汉认为掌管原住民业务的行政院原住民组委员会 业务并未真正落实到基层 批评部落社区大学的业务并未落实到部落 部落大学的用意应该是属于教育的回流跟社会教育 终生学习 对不对 终生学习一个目的 他原本的目的就在这里 但是他有很多课程 比如说语言啊 手工技艺啊 在部落都有办 刚才本席的意思说 这些部落反而办得比部落大学好 所以这一次我们那个在审查的时候 我们就特地要求说 希望是以部落为主题 然后部落的要积极参与 那是他们主动去找部落 兰云选出的议员 夏曼马德能也以跳跃式的检讨在兰云的执行业务 对于台电陈珠兰云的土地 早在一百年就已到齐 如今仍然没有签场的动作 去租案通过的这个通过是一百年 用了一百年 现在已经一百零二年了 他还没有签约 那个要怎么办 因为站在我们原住民的土地的立场 租约到齐的话 他要办理租续约都没有 他还是在提计划出来 然后由他们的图审会同意通过 然后报到原民会中央中央机关备查 20号的议事堂是安排民政原住民行政 消防环保以及行政单位的工作检讨 原住民行政方面却意味成为议员关注的焦点 记者可承评案 出路台东采访报道